我不抗拒幫小朋友置業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兩個小朋友我甚遠可以幫他們每人一把 香港理財教育不足的問題 愈來愈受到關注 為免日後子女成為愈光俗 不少家長都想及早灌輸子女正確的理財觀念 有超級奶爸之聲的何基友K 是應可兒童財商培訓師 對於理財教育他又有什麼心得 很多家長就在想怎樣可以入手教小朋友理財 由他自己的生活開始 首先他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如果你出生街每次都要買東西回家 小朋友就有個觀念就是 我出生去我就要買東西 或者家長想要那東西 他不是很輕易就會買了 這個都會是小朋友看在眼內的東西 消費的同時我們都需要教小朋友 為什麼爸爸媽媽會喜歡這些東西 為什麼他們買這些東西 這些是最需要還是想要 什麼情況下我可以擁有這些想要的東西 玩不玩有責任告訴小朋友 為什麼我可以經常都買到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或者為什麼要買我們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賺到錢 當你未賺到錢 你就需要活在一些條件下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除了教識子女分辨想要和需要之外 其認為除了小朋友長大 比合適的零用錢 對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都非常重要 如果家長他只是給小朋友 他的基本需要的零用錢 就是乘坐車就這麼多 即近乎是實報實銷 對於小朋友有一個影響 就是他沒有自主 他沒有一個自主金錢的經驗 我們需要給小朋友一個正面和良好的自主金錢的體驗 所以我們是有需要給額外的錢 讓他知道在這個Pool 這個錢裏面 你可以怎樣動用你的資金 你自己去調配 所以不要只是給他的需要 他一定要給額外 他就可以學會怎樣存錢 電子貨幣日漸取代現金 金錢的概念越來越模糊 小朋友亂用百達通年輕人拖欠卡數的問題非常常見 家長應該怎樣由教育入手 避免子女亂花錢 小朋友出生 他第一樣接觸的貨幣是虛擬貨幣 例如那張Dude的白納通 他們一Dude的時候 就覺得很爽 因為他有一個回報 就是他得到一樣東西 還有他有一個聲音 但是用錢的真實感是很低的 但如果你幻想一下 你的銀包裡面有一托銀紙 然後你拿了一些錢來買東西 然後你見到他慢慢越來越少 那個真實感是強很多 同樣你見到一張一千元 你不想去暢散它 大家小時候都經歷過一個這樣的階段 又出五百元 或者一張一百元我不想去暢散 它的原因就是這樣 但是虛擬貨幣 你說簽卡好 不同的儲值卡 這些是比較遠一點的 其實很輕易去用它 因為只是一個動作 第一樣教小朋友的課程 就是實體金錢的課程 都要讓他試用錢去買東西 或者家裡洗乾淨些錢 讓他感受一下錢是怎樣 有一個實在的感覺 作為兒童財商培訓師 同為兩名子女的父親 K坦而不介意子女買樓 需要靠附幹 到底是有什麼原因 我不抗拒幫小朋友置業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兩個小朋友 我甚願可以幫他們每人一把 還有為什麼我不介意呢 是供一層樓都很金的 不要只要拿首期金 一個人可以供到兩三萬元一個月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特別日後日子可能會更艱難 所以如果他真的找到這樣的收入 然後他只是需要幫他一把 沒有父母不會這樣做吧 好 謝謝 都不是 嗯 謝謝